以前出本上的东西看不懂搞不清楚 知道了 纸就是叫你不要乱动 他在国家里面就是相像度和结了 就好像一个大象把颗粒结断掉 那动是有生的动跟新的动吗 有生的动跟新的动 那要从谁来 你如果心能够不动 那你的生动不动都没关系 问题是很难啊 心不动很难啊 所以要从生不动 是不是 那心动也表示什么 也表示气血动 那到底是我的心先动 心带着气血动 还是因为气血不稳定 带着心动 是不是 都会啊 所以我能够掌握的是什么 我能够掌握第一个是身 我的身不让它动 然后让气血不稳定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在这边不要操作任何东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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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了 练这个的时候 你站站这个是不要操作任何不要说去视力啊 不要想这个怎么变化啊 不要了通通没有通通没有就是定 啊 就刚才讲枝子 我在这边伸展出去一放 好了 好了 就这样子了 我也不长了 也不短了 也不高了 也也不低了 就这样就在这边了 这个是一个子 然后才有定 然后气血慢慢 你站的为什么要时间久 为什么不要站太低 因为你站太低功力还不够的时候 那个气血会动吗 气血会浮吗 站在定身上它降 让它沉沉沉沉下去 啊 把那些思虑的东东西 刚才头脑的东西 你看他要去看手 哈哈哈 抱歉 那个错误示范错误示范 不是就是你站这 站站站的 为什么从上往下松 松下来上面头脑的东西 会慢慢往下落 慢慢沉 气血就沉下来了 气血稳 气血能够稳定了 心就定了 气血能稳定 心就定了 啊 你能够心定了 神就安了 你就会感觉到那个了 你刚才讲 你刚才讲 讲 讲 讲的那个 所以它是有顺 顺 哦 它有顺序 所以展中是说 把真心当作自恋 对 实验它 对 但是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身啊 你如果说身的障碍很多 身的障碍 我们讲的 筋纠结啊 关节不开啊 知识 知识不正啊 这些东西啊 让气血 让气血不会顺 所以他们有发展出 所谓的六字血啊 那个的 力量 那个力量不够 普通一般 他们如果说 在修行 对 大部分都像 所谓的达摩伊基金啊 还是说三菱血之类 他们是为了辅助 因为 这个问题 所知展生的场地 对 所以为什么 我们讲 我们把筋先撑 撑拔开 我跟你们讲过嘛 气血都是循着筋走 走啊 你的筋撑拔开 关节撑拔开 气血就容易 容易顺 顺畅 把这个问题 先处 处处处理掉 所以你在练这个 我的 我练这个 就算我只练这个装 我的第一个阶段 是撑拔 把每一个关节撑 撑 撑开 撑开了以后 你觉得都撑开了以后 放掉 放掉 气血就顺了 知道吗 气血容易顺嘛 就是 那个核在 水在那边流 里面没有一些大石头 小石头 水不会起波 波蓝 把石头都搬 搬开 那个水流的平平稳了 流的平稳了 里面的脏东西啊 渣仔什么都 他就 就往下沉沉了嘛 水水就变清清了 你不要去搅 不要去搅动他 慢慢慢慢慢慢 就是 气之清清者上福为天 气之着重者下 下泥为地 清的东西就上来了 重的东西就下 下去了 阴阳分开了 这个时候才可以到神 你这个时候去打坐啊 去什么 才有效 可以等一 对 一定要有一个 产生一个力量 才是真正的用 对 而且老师现在讲了 有三个 在佛家里面 已经产生三个瓦门 是 关于瓦门 第一个叫 他为什么你终于直接送咒 他倒是 按板一拍 把你全部都放下来 对 对 还有一个就是 禁蚊不住 就是关于瓦门 有一个禁蚊不住 再来是入雷王手 禁蚊就是 什么东西都 都进来的 但不住 一无所住而生存心 对 所以就是禁蚊不住 对 对 所以老师这样讲 包括直观的开始 直观这个是第一步 一定是直观开始 对 但是这些东西 一旦变成法门 你刚才讲分成不同的法门 一旦变成法门 就完蛋了 所以说它是广开四万八千法门 看一四二 可是在我们来讲 它是一个程序 我刚才讲的身心的程序 它是有程序的 你要先调什么 要先调身嘛 先调身嘛 当然是要先调身嘛 调身要调什么 要调气血 调气血要调什么 要调筋嘛 是不是 要调筋要调骨 骨嘛 是不是 就是练武的最基本的 所以为什么中国武术可以入入道 为什么可以入入道 因为它是走的这个路啊 它是走这个路啊 为什么说内加泉可以入道 内加泉走的是走的是这个路嘛 它不停留在这个上面 它不停留在这个上面 它是它是影响气血的 要不懂 为什么它不主张用这种力 因为它是让气血混乱 让气血停住的 要不懂 所以武术它有一个调身的一个方式 一个程序 那我们教的人跟你们学的人 你要了解 要懂这个程序 啊 啊 知道吗 所以我说头脑里不要有那么多 那个神的境界的东西 那个太远了 你现在身都没还还没调好 那个东西不可能有的 你有也是想的 要不懂 身心这个阶段是不能破的 你说我 你说我 你说那个大和尚用心 心能转悟嘛 都说心能转悟啊 那表示什么 表示心可以去调身啊 可以啊 那你要练到你的心力有那么强啊 重点是这里 是不是 不然心不能转悟啊 不够强嘛 是不是 不够强的 你心能转悟 你转给我看 他那个 那个 那个变魔术那个 用意志力把那个条根变弯 是不是 如果真的做到 那个是 那个是心能转悟啊 可是有没有真的 没有嘛 要不懂 很多变魔术的东西都 他其实都是用这个心来转悟 当初 当初是 是否有 当初 当初一定有 当初一定有嘛 后人 后来再学 他才学 学那个样子 他心转不了悟 就变出一些花 花样 就是真的后面有 无数的假 但是既然有假出现 表示当初 当初有真 是是吧 不然这个假是怎么出 出出来的 是不是 仿冒品 有仿冒品 一定有正 正正正品 有艳品 一定有真 真真 真品啊 要不懂 所以事实上 假的东西很多 可是也代表说 当初一定 一定有真的 只是说 淹 淹没了 因为那个真的太少 跟真的太不好 达 达到 所以 出出来假 假的 假的快 假的很好学 想不懂 那那个真 真的是什么 真的就是这个啊 人的能力也不过字 生跟心啊 人的能力再大 你再怎么样 也不过是生的能力 跟心的能力 能能能能能能力 啊 所以你从生走 生调好了 慢慢慢慢就要往往心走 可是还是要以生为根 还是要以生为根 所以说他老师在讲那个站的时候 又产生两个状态 分成一个叫吊枝 吊枝是说一下就跑掉了 对对对 分成了就是老师讲那个往内说 对对对对 他一直是 嗯 对对 已经那个主做主的东西 主的东西跑掉了 没有了 对对对 那刚才讲的那个问题是 禅宗里面有一个叫做 窒息嘛 窒息是 他意思是窒息 那个 天台宗里面有窒息官的问题 那在蓝教授的解释说 呼吸 呼吸那个问题是窒息 窒息是什么意思 这表示说他吸进来的时候 停的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时间到底多长 对对对 那个就是你的真正能够做主的 那个东西 如果说你越长的时候 那到最后他们是 息可以止息 可以完全不用息 这表示进入定的状态里面 对 定的状态就会产生力量 所以说 之前老师在讲那个 人如果常清静 强清静天地吸皆归 对对 那是这个东西 越来越长 你那个不用去管 你就不用呼吸了 因为当你在这边 当你在这边 你那个境界出来 你的专注到了以后 你的气息就变慢 就停了 你不会去想到 吸吐吸吐了 人越安静 越安静 呼吸就越平稳 刘康义跟我讲 跟我讲 前一时候他碰到一个女 碰到一个女的 这个女的去找他 这个女的中年了 他说他在好像二十几岁以前 都不呼吸的 可是他自己他自己并不知道 可是到他长大了跟别人 他 呼吸是什么 别人说你不知道呼吸 你怎么不呼吸 我教你呼呼吸 别人一教他呼吸完蛋了 他他就开始回到呼吸了 就是他在原始状原始状态的时候 那个人就表示什么 表示那个阶段 那个人是非常的纯净的 非常的纯净的 我你们自己也会发现到吗 生活当中你的思绪越混乱 心情越混乱 呼吸就越急吗 呼吸就越急急处吗 你越平静 呼吸就越缓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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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当一个非常静的人 非常静的人 他没有任何他的欲望 他的欲望不起 非常纯真 他的呼吸是没有的 呼吸是什么 呼吸是在里面呼吸是 是要燃烧氧气的吗 是不是这样子 为什么要燃烧氧气呢 因为我们在消耗能量 所以当这种人 他完全没有任何欲望 没有什么时候 他不会消耗 不会消耗那么多的能量 这个火星他是有事的 他说如果说 到某一种境界的时候 他可以 他可以 就是说 吃一餐 他可以生七天 对 所以他们的果 就是说 你到境界 到某一个程度 哦 他会产生这个 那就表示说 他的消耗少 他的消耗少 生理的欲望也没有了 心理的欲 心理的欲望也没有了 嗯 身体的消耗消耗消耗就少了啊 就能够进 啊 所以这个这个就是我们在练的順 是順順順順順順 这就是我们在练的程序 为什么我师傅一直开始就讲 练拳不要去管打斗 不要去管打 打斗是一种欲望 心力向外的 表现吗 练拳一开始就要注意你自己 这个就是修行之路 那你等到走到这个的时候 有一天你真的要打斗 你就打 真的要杀人了 你就杀 是这样子 那不是在欲望下打 那不是在欲望下杀人 但是到那个状态的人 比比较少 我们慢慢的 我们能够沾到一点点酱 酱油就好 沾到一点点 我们就觉得非常享受了 那能走到哪去慢慢看 人的生活没有办法 人的生活你要跟着你生活的节奏走 所以该你现在该想ABCD 你就想ABCD 只是说我们练这个东西 在这个节奏当中 去另外加入一种定 定的能力 去帮助我们处理那个ABCD 这样子 等到有一天我没有ABCD了 向到我这个年纪了 小孩子也都长大了 现在又要搬到桃园去 一个比较不熟悉 不熟悉就表示什么 表示牵绊变少 是不是这样子 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这种的生活形态了以后 走到这个生活形态了 我就可以继续走 继续走这个路啊 如果我又出来 又要想要你看我成立这个学会 也没有去搞搞啊 因为我不想进入那个 你知道吗 我不想进去 以前在那个里面已经乱过了 已经忙过了 就不想再进去了 人生走到这个阶段 就走这个阶段的路 完不归真 对 所以说 说你要再写书啊 再拍什么东西啊 再做推广 我都通通不要了 你知道 通通不要了 你们要做 那个是你们的事情 我已经走到这个阶段 我不要了 所以人生是有阶段的 有时候也不要去违逆 自己自己的那个阶段 只是说我们在这个阶段当中 如果有害处的话 我们来练一些东西 做一些事情 减少那个害 害处 帮助我们顺利的过 顺利的过去 所以人的每一个阶段不要去强 不要去强求 但我们要有那个智慧 看清楚我在什么阶段 该跑白米就跑白米 你该冲 该冲刺就冲刺 你该慢下来就慢 就慢下来 这就是练啊 这就是为什么要练啊 就是要懂 要懂这个嘛 这个阴阳的调节 身心安顿 对 对 对 那些东西都是外面的浪 我们自己是 最自己是最重要的 啊 就我们把自己认清楚了 是自己是什么 我在大浪里面 我要怎样 我在我在风平浪静 我 风平浪静 我要怎怎样 风平浪静也不见得好啊 风平浪静也没有动力了 对不对 啊 所以每个阶段都要清清清清清清楚 那老师现在是 真真真真真无别之 没有我现在 我现在 现在是另外一个阶 阶段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创造 而不是说去养养养养老 我没有养老的想想法的 只是说另外一个 啊 不觉得啦 另外一个阶段的创造 对 啊 我不会过那种说 五六十岁的就开始 开始 开始爬山啊 旅游啊 什么搞一些事情来养老 不会 还是要不断的进步 只是说是以人为主 以人为主 走到比较灵的部分 去做一些探探探探探探索了 哦 那个就是那个 我就讲从自信中乎 好像孔学讲的一个大阔敲到叶大阵他就 对这才有趣 想想看现在我爸爸随便活都活到超过100岁 现在100岁了 现在101了 那以后的人我们以后的人活到100岁 是轻而易举的事吧 以后大部分的人活到100岁没有很难 有个病进场维修一下 出来又生龙活虎了 再有个毛病进去一下 活出来又这样子会活不到100吗 起码八九十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了 是不是 你说你五十几岁退休 六十岁退休好了 你到100岁还有40年 你说你40年都在退休中吗 我看以后退休 这搞不好不可能80岁 是不是 因为现在如果年龄这样长的话 以后没有退休这回事啊 以前的人50岁就老了就退休了就在那边寒仪弄孙了什么事都不做了 因为有孩子有孙子做啊自己就在那边养老啊养老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等死 不过以前50岁觉得很老 对 因为以前的平均寿命短 现在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 越来越长啊 是不是 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不能有那个养老的观观观观观念啊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会拖会拖多多多久啊 所以你说养老金要准备多少才够 你不知道你还能活多久你怎么能算得出来你养老金多多多少够啊 啊所以生命生命也不可以这样子生命60岁就算到100岁60岁到100岁的生命价值跟30岁到60岁是一样的 啊社会上可能不这样看 但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不能这样看啊社会上看啊拿到老老老人证了 啊我们社区都是社区开社区大学或者社区开课老老年人课程啊老老年人课程就是你反正也不会有什么成就了啦你来学这些简单的好上手的东西就让你玩就让你玩完就好了这些课程这些课程根本不要去 因为你去了他已经把你看成是一个没有没有用没有用的人了 你知道吗 这种课程是有害的 啊啊啊所以社会这样子看我们自己不要这样看啊啊啊 嗯啊啊啊啊呢 Mangkwell